特地學業典 共識的好 無期心 無期心 特地學業典 首頂路上 苦見心 苦見心 特地學業典 家庭婉婉 一條心 一條心 特地學業典 國家社會典愛典 無法社會典愛典 各位華人同修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來講解風水學實力 實力很重要 實力的問題太多太多了 一下子也講不完 碰到的問題一大堆 一兩次跟我們林蔣孫林東榮 到大陸到越南 現場看一看 才體會到眾生問題這麼多 哇 課本上還是有限 但是各位你們以後 若是有透視的問題 你們可以傳真回來 在圖上我能幫你們改了 我們這個窗口還是易經大學 易經大學由我們林蔣孫林東榮 您講師在技術上的問題還是這個窗口 在我們僑務主 你們需要僑務主服務的 其他行政服務的 我們研究會有僑務主洪教授和您辦您秘書 來跟各位服務 技術問題就直接從我們 林蔣孫林東榮這邊 來跟各位解答問題 未來我們這個問題 一定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各位你們回去了 過地 能夠的話 用數位相機 E-mail過來 我們從圖上 照前面 照左邊 照右邊 照後邊 那麼平面圖畫起來 然後照這棟汙子的 正面的形狀 而且能夠把座像畫出來 座像寫出來 E-mail過來 我們來修改就很好 很方便 我們就請林蔣孫林東榮 找他來做獨立窗口 單一窗口 好 我們現在繼續講外大門立向的法軸 立向的法軸最好是望向 不望山沒有關係喔 望向 一代花明堂 第一代花明堂 就是像 方向 立向 二代 是穴 房子裡面的穴 三代是龍孫 四代賣 四代是八十年九十年以後 我們那時候我們不管了啦 我們管這二十年 我們大家在一起這二十年 能夠 大家能夠相處得不錯 我們還是大家都健康的人 二十歲 二十幾歲 二十歲以後 福自我修 受自我修 福自我求 自己修行 我們繼續來講外大門立向 一定要望向 望向 那望氣 人的生命 這是呼吸 呼吸為重 呼吸之間 我們這個為重 後面的 不管 暫時隔一邊 有沒有智慧以樂在講 我們呼吸系統 能夠得到平安 家裡平安喔 智慧就來 工作順利了 就有智慧 如果 沒有 不平安 生意也做不好 事也做不好 那你不好的話 那你要說有智慧 那個就 值得考慮囉 人因為 一天到晚 不如意 很多事情都不順利 所以智慧都沒有了 那我們 是立向法傑 要望向 望向 大門牌楼 造型 設計 大門的牌楼 各位 大門的門楼 如果是 我們對面 人家房子高 壓我的時候 我就要做溫柔 他人高的時候你要做溫柔 好 如果是 這個 外面 亂砸 雜亂 外雜亂的時候 你也要做溫柔 你也要做溫柔 那麼做溫柔的高度 要和溫工匙 文 和溫工匙 這個 和溫工 那麼你在考慮的話 這個也和溫工 全部都和溫工 這個都和溫工 寬度 你就和溫工 好 那麼整個 都和溫工匙 那你這個家裡啊 即使外面有更不好的屋形 我外面 我外面 不大花嘛 但是我裡面 家內保平安 就好了嘛 是這樣來 如果 外面很寬廣 很寬廣的話 你也不要做溫柔 好 好的 這個寬廣的時候 外面很寬廣 你這樣 你就很開朗 你不要把自己憋下來 不要把自己憋下來 這個是這樣 好 外 寬廣 好 你就扶作門樓 那麼外面有雜亂 有高 人家很高的皇子 很高皇子 你躲不掉的時候 你就做個門樓 你把它改了 所以我們都會把氣鎖住 家裡會保護好好的 好 再來 寧古塔塔位地理 風水顯擇及定向 寧古塔的塔位 就按照我們後有靠 前有潮 不順水流 白虎不高 白虎高 不潮 有一個法師 他要送我一個寧古塔 讓我要做疫情大學的經費 我才不要耶 你讓地理山座塔 都是白虎那麼高 那麼高 你有什麼用呢 送一個塔三十幾萬個 那我想一想 死三十幾萬個人 那我才滿耶 那也不好 等到什麼三十幾萬人 除了什麼戰爭 一下就死了三十幾萬人 唉呀 我不要啦 法師啊 沒有關係啊 送給你啊 我不要啦 送給你啊 我就不要就不要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人會死 結果蓋起來了 現在 也不好啊 生意也不好啊 因為當時呢 台灣在辦理市地重化 農地重化 很多服務要簽 要簽耶 然後人家祖先的骨頭就簽起來 但是政府也蓋了很多納古塔 私人就蓋了一百多萬的納古塔 一百多萬的納古塔 多少錢 一個二十萬 來 多少錢 一百萬個 一個二十萬 最貴的六十萬 最便宜的 好像是十二萬吧 那幾十億 或幾百億 幾百億吧 是不是幾百億 一千億 一千億喔 對呀 你看 多好蓋納古塔 但是你要找一百萬人死掉了 想喔 想了好幾輩子 自己住進來了以後 還不知道哪一輩子才有喔 那我就不要啦 法師啊 你自己用就好了啦 現在呢 整個很不好的經濟都塌下去了 怎麼 哎呀 不要講 講了又一直跟他煩惱 好 寧古塔的位置 選了 在坑谷裡面 千比水 坑谷裡面 千比水 好 那後面呢 看得表面很好 事實上呢 水又短 水 直接在坑谷最上面 水又短 又沒有水 要怎麼花 啊 啊 所以我們要選 寧古塔的 你們不要隨便給他選 好多 一些做寧古塔的呢 他來 希望說送幾個給我 他要送他要送 我到時候 我到時候 我古會就分好多個地方 到時候我要分那麼多 我古會要分幾個地方去了 也不行 我又不是慧能大師 好 也不是像佛陀 佛陀他設立只可以分很多耶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啊 這重要的 也希望說 啊 我能在電視上幫他廣告一些 我才不會耶 那那個也不好啊 不好的風水 你要廣告我要一起造業 開玩笑 好的風水不要廣告 人家就買光光了啦 不好的風水 你再給我們廣告了 我去造業障 所以你們以後 很多有機會 會讓你們股東 畫一筆喔 你要小心喔 你要看好看準喔 選擇公寓 周圍環境 選擇公寓周圍環境耶 很重要 現在有很多黃色的 什麼KTV啊 什麼的很多 但是在周圍呢 你要選擇的時候 最好先考慮周圍環境 不然的話 以後住在那邊耶 很多不方便 大樓 路 一路沖 畫上 大樓一路沖 說實在是無解 你看大樓啦 公益大樓 路沖的那一棟 流動力特別高喔 流動力很高耶 那麼你吃進去了 相對的流動力很高 你常常耶 你自己冷冷清清 到時候呢 管理委員會 你當主任委員好了 其他人就跑光光 你就可以當主任委員 選舉的時候 人家買票 你可以一手包 哈哈 你有幾戶呢 這棟一百戶 事實上住不到二十戶 我這裡一百戶 一戶 一票五千 五個人 兩萬五 一百戶那是啥 二十五萬 不錯耶 我那戶都還沒收到錢耶 我本想的 集票出售 我想貼了 有一次開玩笑 貼集票出售 沒有人來買 哈哈 那大樓呢 路沖的那一棟大樓 流動力很高 而且這棟大樓 入口處在白府方 在白府的入口呢 它的流動力也很高 白府方 地下室出入口啊 公司工廠外大門 位置的選軸 我們都講過了 開在旺方 生氣方 我們這個呢 如果我們工廠先立 九種分的規劃 九種分規劃 你要選在旺方 生氣方 也許就在這邊 也許會在這邊 旺方 也許在中央 也不一定一二三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看著坐下 大門 也 生日方 生日方為己 好 克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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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 我在巴韻 這個門 主三五項的話 二 八九一 八九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日中 三 四 那就木星 好 會有文書 文書解采 會有這個現象 好 三四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一 十三五項 你整個大門 你就開在中宮 就八百荒 你忘了一套 忘了三四十年 因為九運也來生 好多盆 你開大門 再六百 你六百 你開在湖方 就卸 開始卸了 所以我們規劃一個大工廠 先把它畫地 畫成大格級 分成九等分 內分九公 內分九公 然後你這個大工廠 有人在這邊 你如果這邊有一個 一棟房子 你在這邊 你就可以移過來 反正在這個九公園內 再分了三等分 九公園內 你都可以開門 然後再散外面的這個房子 屋間等等 散外面的這個屋間屋角等等 好嗎 意思 分三等分 然後你再來散對面的 有什麼煞氣 什麼煞氣 你可以躲 可以東 有時候十幾公尺 二十公尺不一定 土地大嘛 分九公 開旺方 開旺門 這個是一個 竅門 有的呢 有另外一個法門 他們這種法門是這樣 你把它混中間 你看在這邊 或者看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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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錯了 不能用 不可 不可法 還是一分三分之一 公圍 那麼你在這邊 你可以 這個門開這邊 也可以開這邊 你看外面的環境 好嗎 如果 這裡一動這樣來 你開這邊 白虎 昂頭就不對了 那麼你開到這邊 還是這個公圍 因為旺氣 旺氣 旺氣之荒 那麼你就 殺氣 外面的 或是尖尖的 沒有受到 等等 都是有很大的關係 開大門 外大門都有法決 好 好 寺廟大門 定位及定向 寺廟的大門 很重要 寺廟大門 如果 你沒有依法來定 沒有依往上來定 上山下水 好 那來定向的時候 你要外大門 要開到 生氣方 好 比喻說 我們現在 好 比喻 我們以 這個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五 六 六 三 六 三 三 四 六 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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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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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龍門 你開龍門 不要說哎呀沒有關係開中門 以後我就會忘 忘要到第六孕什麼時候開始 六孕 一百二十年再加 六孕一孕到六孕一百二十年了對不對 在八九孕四十年 對啊一百六十年 一百六十年再花沒有關係啦 那時候和六祖廢人大師成宴再來 六祖廢人大師 他以前他告訴說 保林寺 一百七十五年後 會有一位 六孕菩薩在這裡成就 那是誰 就是他嘛 他在走回來嘛 他在回來一百七十五年後 回來這邊成就 六孕菩薩就是他嘛 以前就講了 歷史記載了啦 那我三寶寺說 三百年後 在三寶寺會有一個肉身菩薩會成就 我們在這裡哪一位師兄呢 在三百年後 我們三寶寺有好幾位師兄啊 我說你們三百年後回來成就 我再跟你們拜拜 到三寶寺來成就 肉身菩薩 在三寶寺是一個修道 也是修道的地方嘛 那在那邊 在那邊苦修 苦哼 那麼到場 你要讓他 當下花呢 要望山望向 那麼你要說 一百年後 這裡會出道神菩薩 相對的一百年內 這裡會很苦哈哈 會苦哈哈哈哈 因為衰運嘛 一衰運就會苦哈哈了嘛 衰運就 衰衰 然後就 衰苦哼 衰運 那你怎麼改呢 所以當時呢 我們虛營大師 非常慈悲 看到我們中國的佛教幾乎要倒閉了 要沒落了 他走到哪裡 樹砍到哪裡 開花到哪裡 改到哪裡 他到處改 把整個我們中國的佛教 把它重新興發起來 還是要靠風水 因為在修行的人 離不開風水 因為一切的眾生 離不開風水的法則啊 好 再來 這個寺廟本宰之定位 即定向 定位我們一定要找到龍穴 定向的法則 各位都講過了 再來 屋宰地基不宜太高 現在很多人呢 房子屋宰地基都很高 屋宰地基高呢 踩守不住 這我看過太多了 看太多太多了 很 就很恐怖 我們咧 很多咧 把地基生活高下面 當車子 當車庫 是很安全 車子不會偷 不會被偷 但是您熟了的 比 比車子被偷的還多 熟了的 那怎麼辦 那就自己要 都小心了啦 都小心了 嘿 那 屋宰 工廠 辦公室 布置 辦公室的位置 我們講過了 農邊一定要動 辦公室主人家做了 右邊絕對不能靠牆 那麼辦公室 你的位置 這樣 那麼我們婚九宮 你知道 雄公哀心哀 生 中公了 如果是五三 指向 九 一 二 三 四 好 那要看 氣最旺 氣 就是看 要生 這個要生意 生財的 象星 為首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中公 皇子的中公天運 也是你 主人家的天運 主人的天運 就八百 八百 是少蘭運 以中為主 哪裏最好 正中央八百方 中公這裡最好 主人家做正中央是最好 辦公室 那麼接下來 你受中公來相聲了 和彼合了 你最好這個地方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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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也可以用 三臂就不能用 三臂可以當商戶 不能有三臂方 這一運的三臂方 你不能有那個 三臂的員工 那麼主管住到三臂的地方 住到三臂方 他會把你的公司糊裡糊塗 弄成你所有收山受不了 好 那就一百的地方 一百的地方也可以做 也可以 六百的地方是洩氣 這洩氣 還可以用 七次洩氣用 五黃也可以用 九指地方 那麼門你就從這邊進來嘛 你說九指方的門 那麼第一在這裡 第二這裡 第三這都可以 這個第四這都可以 這個是洩氣 洩氣 給其他無關檢料的 那麼中工 中工 木庫圖 中工絕對不能有人在那邊活動 中間的 不要作為 辦公室 你可以做一些 人在來來去去的地方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做 重要幹部的辦公室 那麼因為 勢力 扩中工 勢力的 你會一些糊裡糊塗 在文書上給你搞砸 一搞砸的話 啊 你就沒完沒了 這是 昏 九宮 以向星 以向星為主 有的人說以三星 三星當然也可以啦 但是向星為重 我們做生意需要賺錢 其他呢 我們又不考試 那要考試呢 考試呢 要以三星 家裡書桌 考試就書桌 以三星 三星為重 七運 八運 在蘇利方 好多盆 六運 七運 蘇利方好多盆 到八運來 一套糊塗 這是這麼多年來 我自己 一種 印證 這麼多年來 一種 政道 再來 我們就講 屋宅地基不高以外 工廠 辦公室 工廠 馬達 電機房 工廠 馬達 電機啊 我們要用在 最好的 這在龍邊 在龍邊 我們最好 能夠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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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酒工 馬達 昇中宮 向星 向星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這邊擠 這邊昇中宮 比何擠 後面 雖然可以 但是不用 後面最好不要動 那麼武皇 也可以這個地方大胸 這個龍邊的這裡大胸 七次這裡的 洩煙氣 你生意越做越沒有生意 二一 最好 二八和十是最好 二八和十 武皇是勉勉強強 勉勉強強 那馬達 機械 你能排了 開始學生生意 工廠你當然要先排 那麼升中宮的先排 這樣一來 我們工廠先立以不敗之地 然後我們才有成功可言 各位同修 我們這個 還有很多明天早上 我們就可以講完 明天下午 我們到四點 還有一些需要簡單的複習 跟各位提醒一下 那麼今天我們的課程 就到這裡為止 祝福各位 阿彌道